哈囉 大家好 今天我要教大家 怎麼樣六塊錢就可以拍出 陰冷孤照的照片呢 首先做到他拍照的 非常不難的事情 阿公都說好像要被ISIS抓走一樣 那最後成功的方式 就是抓著他自拍 之後我們再用Night Camera進行一些 照片的眉畫 比如說膚色啊 斑點 再來呢我們就是下載一個 Photo Cap的軟體 然後展入我們的照片 然後我們就點選 去除背景 然後 魔術橡皮擦 先進行大範圍的 去背 再來就是點選橡皮擦 然後進行一些小範圍的 去背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照片儲存起來 那我們在解析度的地方呢 輸入300dpi 接著我們就點選大頭照 然後 選擇4x68張兩順 然後載入我們剛剛儲存好的照片 然後在右上角這邊呢 它有一個紅色的虛線框線 你只要想辦法讓臉 就是落在那個框線裡面就可以了 接著我們就是把檔案 儲存在隨身碟裡面 然後按輸出 然後線上搜尋一下 家裡附近的立可德在哪裡 好 我們現在來到立可德的記憶台 那我們就是把我們的隨身碟插進去 然後點選照片充印 然後記憶卡 然後點選4x6生活照 選好的照片之後呢 我們選的是亮面 然後保留全影像 接著是不列印邊框 然後就可以結帳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拿著我們的帳單去櫃台交費 接著我們就可以回機台拿我們的照片 你看 只要6塊就可以寫出護照照片耶 大家如果有喜歡我們今天影片的分享的話 別忘了幫我按訂閱喔 以及觀看下一部我推薦給你的影片 掰掰